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另外一种叫左分布 也就是直方图 接下来请回到订单 我想要跟各位介绍订单里面非常重要的直方图 例如说请问我这边是不是数量 就是有人来超市买一样东西 或者是买两样三样四样 可是他所呈现出来的分布情形到底是不是常态 所以我们来去画画看 首先你要去画直方图 必须要有一个叫做主句 不过为了各位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我就用主句是一 那有一二 那最多到多少 到14 计算 1出现几次 2出现几次 那工具在这里 记住这个工具叫直方图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的电脑里面没有直方图工具 所以我要把它争议进来 点选档案选项 然后请勾分析工具箱 确定当你勾好之后麻烦请仔细去看你的资料 这边就多了一个分析工具箱 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打出主句 1 2 3 4一直到15 接下来我要去打开这个资料分析 我要用直方图分析工具 所以点选资料 这第一个动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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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选到这个地方 他柏拉图是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所以这两个都不要打勾 只要勾他就好了 确定 他只有输出 1 981次 2 2392是一次类推 好 这样他的图放在这里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分布 这我们在统计上面 我们叫右偏 这个我们叫右偏 主要的分布 你去超市买东西 可能会以7次以内为主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就是很重要的直方图 也就是说 假如这边有看到一个其他 或者是这个都还蛮临近的 所以基本上比较没有什么outlier 就是我们通常去找资料 我们会希望来去关注的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做这一张直方图